好 谢谢刚才金老师给出演讲 说当下的世界是大争之势 就是旧秩序已经发生了变化 新的秩序还没有形成 这是一个在拉锯的年代 那一旦拉锯的话 会不会有前进也会有一点后退 所以我想听一下两位张老师先来 就现在这个大争之势 东升西降 趋势是不是很明显 我个人觉得是很明显 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 还不愿意承认 他不愿意面对这种 就像中国的崛起 我觉得欧洲国家基本接受了 绝大多数 美国还不愿意接受 然后非西方世界 自己的决心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他们知道我们比国际强大很多了 特别是中国的带动作用 包括一带一路 一个最简单的数据就是 金砖五国根据购买力评价 已经超过了七国集团 光是五国不说其他国际 二十多块西方加入金砖 那么这个数据西方用的不多 但是发展中国家用的非常多 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一个 某种意义有象征意义 那么还有就是说 我经常举的就是西方国家 自己应该说是有识之士吧 最近我们看到一些 比较重要的作者写的文章 包括乃尔先生写的这个 就是五种趋势导致西方 国际秩序在变化 还有那个David Goldman 写的就是美国正在输掉 对华科技展 另外还有那个美国海军的报告 我承认他是为了想要更多的军费 军费已经这么多 他觉得还不够 但他数据看来还是真的 他就说是美国今天的造船能力 中国比美国强232倍 美国的每年下水 传播的吨位是10万吨 中国是2320万吨 那么这些就是 基本上构成这样的局面 就是去工业化之后 产业空性化之后 带来的问题 他的GDP里面80%都是 金融衍生品啊 这些服务业啊等等等等 律师费用啊 用金老师的话说 战争的时候这些不顶用 刚才张老师的观点里头 说到一句 就是非西方国家的觉醒 和自我认知 这一点很重要 其实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 在整个大局当中 要有一种自信 这个自信很重要 我们刚刚说 非西方国家的 整个的GDP的总和也好 包括金砖国家 我们一带一路的 相关的发展中国家也好 这些经济总量 他们的整个经济的能力 可不可以让他们 有这种自信 是这样 就是东升西降啊 是本次一初就开始了 这个趋势现在有20年了 这个趋势呢 应该讲有实实在在的基础的 这个其实刚才张老师 也讲到了一些 西方趋工业化太快了 哎呀搞金融多爽啊 你住实业啊 一天到晚在那个机床旁边 待着又累啊 赚又赚不到多少钱 所以他就趋势工业化 有解路设意嘛 那个所以 应该讲基础是我们这边好 我们中国崛起是很扎实的 然后呢 随着中国崛起呢 其他非西方 像东盟 东盟我更认为 相当一部分是我们带起来的 对 那个印度其实也是我们带起来的 现在这个东方崛起是很扎实的 西方的问题也是很实在的 所以东升西降我觉得呢 是个趋势改不了 是明确的 是明确的 然后呢 要把这个趋势变成中国人信心 还有其他第三世界信心 这可能还有个过程 现在还是缺乏一些信心 那刚才金老师之前谈到一个观点啊 就是经济数据会先行 信心会来的晚一点 您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距 这个是正常现象吧 一般来讲就是 人们形成一个习惯的思维以后 改变是比较慢的 而且是要改变自己的思维 对 所以对西方中心主义啊 我们还得下点功夫 再重一点 说要去执名化 这个工作很多国家其实都还欠缺 总之就是 我个人是跟张老师一样 对国家很有信心了 我从来不回避中国有问题啊 但是在这样 就是他们问题更多 国际关系其实比一个相对优势 确实刚才我们也说 旧秩序发生变化 新秩序尚未形成 特别是旧秩序的拥有者 享受者 一定是不愿意看到 新秩序的产生 所以大家也很关心 在大争之事 既然是一个争子 在大争之事 会不会就会有摩擦 我们其实谈中美关系啊 谈其他关系 都一直在谈 这种摩擦和摩擦的烈度 也是一种不确定的因素 这个是大家很关心的 我觉得这样的啊 就是至少从美国方面来讲呢 他是认真在准备 跟中国作战的 您觉得他认真在准备 很认真 有时候他也口出狂言嘛 美国海军司令讲了 你要是打台湾 我把你沿海 这个设施都给你炸了 他应该是很认真在做 他这样你愿望是一回事 能力是另外一回事 我的观点就是 美国对华新冷战 已经开始了 然后不留空隙啊 全方位施压 所以其中就包括军事准备 他应该是很认真在做 我们也在认真准备 所以应该讲 中美冲突肯定现在是有的 但是如果啊 战争强加给我们 我们一定要做出 有力而有效的应对 刚才金老师说到一个概念 就中国的优势 在这样的大政知识里头的优势 其中的一点叫广土具足 众多的人口 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等等 就刚刚你也说到了 国际国内的双循环 但现在我们双循环 这个重要的理念已经提出来了 也在做了 但是我们知道还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现在要大家齐心协力 要把这个腾挪空间给 把它用好 这个双循环 它本身实际上 它是有一个底线思维在里面 就是万一有一种种原因 比方产业链啊什么 真的开始给切断了 我们靠内部就能够完全 独立的循环 实际上大概只有中国一个国家 可以这样做 因为全产业链的 所以这个一个文明性国家 或者广土居住 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话 它内部空间巨大 而且中国人聪明 他从不停地发现新的给予 就像您刚才说 广土居住我们把它用好 用好它需要有一个需求在引领 刚才金老师也在演讲中 说到了需求的重要性 那么现在可能年轻人 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需求怎么让它起来 因为需求起来 经济起来 大家也会从中受益 但这个需求的引领者 也正好是我们每个个体 你看这个循环 我们到底先从哪头开始做起 金老师 不是这样 就是这些年代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问题在需求端 因为经济不就是一个供需问题 我们供给太好了 太好以后 就要解决需求 就需要观念转变 然后政策配套 光是中国大陆就14年而已 中国真正的底气所在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的 中国文化认为买房子 第一 中国人喜欢买房子 第二 就是他觉得只有把贷款付清了 这房子才是自己的 所以中国人总体要还款记录特别好 然后能够早还就早还 20年 我就争取15年还掉 10年还掉 甚至5年还掉 但是在绝大多数国家 我去过的 包括西方国家 几乎没有例外的 他觉得 这个我能够有住房贷款 这就是这个银行界 对我的中产阶级地位的承认 然后这个贷款相对 那利息是最低的 那我就可以开始消费了 我肯定 绝大多数不愿意还清 为什么还清 我们这个还清 财产它是自己的 人家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 不管什么原因 假设我们这方面观念能够改变一下 这个或者还有些很多人他就觉得 我要轻资产 我不要买房子 我就租嘛 对不对 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接受这个观念 轻资产反而是很自由 可以到各不同地方工作 特别在特定年龄段 你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 这些观念一改变 就可以腾出很多的资金用于消费 我记得有一回我们做一个话题是跟科技发展有关 当时的嘉宾是朱子辉 也是个年轻人 他当中有一个观点 他就说 中国的消费者还不习惯为一些科技产品去买单 所以对于科技企业来说 他也需要有广大的潜在的一个消费群体来引领 科技企业的发展 所以将来如果中国的科技术点亮的方向都很正确 提供的产品很多 也希望这部分年轻人的需求可以被激发出来 所以可能消费将来是很多元的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特别大宗的消费沉淀了特别多的钱的话 你可能再去消费其他的也有点难 所以这个里头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命题在里面 现在大家看到的情况可能是把所有的元素全都夹杂在一块了 要慢慢地去理这个头绪 我们要有耐心 中国是这样的 中国是问题驱动的国家 问题导向解决问题 这是问题导向 现在我们经济遇到问题了 而且知道问题在消费端 我觉得这个好处就是这两年 好像这个共识起来了 特别是这一年 以往在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当中 消费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那时候他不需要他发挥那么大作用 现在大家知道这是问题所在 中国人很聪明的 一旦知道是问题所在 他会去解决 这是我们的特殊优势 现在西方很多民族国家 虚心天取 坚决不改 你说他改什么 这是有问题几十年 他不改 咱们就是改的能力非常好 所以大逻辑上讲 我觉得我们中国解决消费问题 也是有能力的 但具体的路径 现在还在讨论中 中国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文明性国家的规模大 它可以进行不同的试验 比方我现在有三个 刺激消费的模式 完全创新的 这三个地方进行试点 最好的我们全国推广 所以大家要有耐心 信心和耐心 信心和耐心